耶稣基督保世的军阀 这个慶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是一个结束 上年记三十四主日 就是最后的一个主日 整个上年记到今天就会结束 下个礼拜开始 是新一个礼宜 叫张留期 既然是结束 所以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谁会来呢? 耶稣基督 他怎样来呢? 就像是一个君王的 召集了所有的神民 去到他的面前 所以这一段圣经 《万学福音》二十五章 就是一个公审判 所有的人都在君王面前 接受审判 很清楚 这个审判最后 左和右 左的要受罚 右的要得到上方 如何分析 你去左和右呢? 那里给了很多例子 这些例子 所以你没有探监 你不用怕 不是一定要探监 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中 有很多机会 我们家里 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亲朋戚友 甚至教宗 方正国不断提醒我们 在我们生活中的世界 有很多兄弟姐妹 他们是在必如当中 他们是有小者 他们需要人家帮助 需要人家支持 需要人家安慰 所以作为教徒的我们 就有这个使命 有这个责任 尽我们的力 去做我们可以做的 就像耶稣说 当你们为最少一个做的 不是为他做的很简单 因为你为他做的同事 就是为我而做 所以第一 如果要审划 天主不会问 你主人有没有职诺 你有没有念经 你乖不乖 我只是守规矩 正经不会说 正经事上都是说 如何珍惜天主 给你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做了什么的选择 这些选择 是不是就像耶稣基督的教徒一样 事上出着你内心 对人那份的爱 那份关怀 那份包容 那份召納 那份无条件的 可以作出你 作出的欺识 我们没有他的伟大 他的伟大就是他的欺识 因此 我们有很多事 看到一些情况 一些环境 甚至在家里 我经常说 如果家里有长期病患的人 长期病患 那些病要病很久 那在长期病患里面 你要很费心力去照顾他 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说话很有趣 狗病从前 无考止 多孝顺的子女也好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 长期病患 到最后你都受不了 唉 真是麻烦 唉 你真是啰嗦 唉 我真是没办法 你会放弃 因为 你不知道照顾他什么时候 这个就是我外的考验 这个就是 你需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就是因为他 有这个需要 你也有这个责任 去重你的力 去包容他 去照顾他 就好像看一篇《读经》说 他跟我事目一样 对他的药有不同的需要 他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但人呢 是经不起口 一阵就行 上期 就搞不定了 所以 爱不是骗黑的东西 杀士的东西 爱是永恒 是长久 不是中意这么简单 是要扶充 所以基督的爱 是对我们的付出 是他要求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同样有这份的爱 去为人家付出 所以当审败的时候 不用怕 会受到处罚 因为天主不是做我们出来 要罚我们 天主做我们出来 是要爱我们 使我们分享他的生命 分享他的真善气 所以希望这个礼拜 在你自己的祈祷里面 问回你自己 你活到今时今日 如果要审判你 你觉得 你会去左边 因为你会去右边 如天主帝族带领我们 为我们根据耶稣基督 这个好世的分禍 能够按照他给我们的提醒 珍惜你有的自由 做最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